星辰大海终于请到王一博了 一年一度的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 刚刚官宣2023年的名单 不出意外 今年的星辰是王一博 今年星辰大海撑场子扛把子 简单科普下 这六公主的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已经第五年了 目标致力于培养中国电影未来储备力量 助力青年文艺工作者不断提升得意修为 简单代入下日常可以理解为你大学时候的团干部培训 活动门槛是资深导演或演员 专业院校 知名经纪公司等相关机构或个人推荐选送即可 因为是推荐制度 一开始可以说得上是学院派和资源嘎的聚会 但到如今第五年了 每年几十个也是几百人了 就是内于你说得上名字的 说不上名字的有身份的演员 基本都去过一轮了 每年的配置都是由一两个年轻演员做标杆主嘎带头 类似于班长和领头羊的角色团建 最出圈的大概就是一年一度的合唱和合影了 今年很明显被选出来正常的青年代表是王一博 青年演员王一博第一次参与金鸡奖 既作为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者 也作为星辰大海青年演员 网友热评看到王一博的名单 才意识到原来顶留五年了 王一博才26岁 放在一群同龄名单里 真的是太鹤鹿鸡群了 真传说中的别人家孩子 还有网友热评说 我要开始习惯 王一博已经成长到别人会以参加他所在的项目为荣的大咖了 总不能都是大海 好歹得有个星辰 而今年的星辰就是王一博 而王一博一步一个脚印靠着作品站在了所有人面前 成为了那个靠自己发光的星辰 加油演员王一博